我跟你说 认知这件事非常奇妙 我过去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要彩礼 这陋席啊 节目录多了 我突然就想明白了 为什么女方的家长 有的时候盯着要彩礼 今天你说这事 我更通透了 你知道吗 我没有办法知道 这个人的人心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得考察他一下 可能要彩礼 就是一个人性 和人性的考察呀 就是个考察嘛 所以你看你后来的 所有的错误 都是来自于这儿 失信于你 你非要嫁 别别扭扭 你为什么嫁 你就告诉我 别扭了 为什么还要嫁 因为他答应我 他说以后 以后有了吗 结婚这么多年 有了吗 不可能吗 不可能吗 其实态度 已经非常明显了 就是出尔反尔嘛 这不是欺骗吗 先答应你 你人都通知完了 我把你架在火上烤 你没法撤出这个的时候 你要脸不要脸 你要脸 那你要脸就向我低头 这事做的不地道 你好好反思反思 为什么你们这个 全在那蒙人啊 房子说给不给 彩礼说给不给 我就不相信婚礼现场 能够乱到说 连那个改口费 你说给个空红包 这你们干嘛呢 就欺负人能这么欺负吗 所以别抱怨了吗 你活得太拧巴了 你想要的得不到 你以为抱怨就可以得到吗 依然是得不到 对吧 别人沉沦 我跟着沉沦吗 我天天把我的生命浪费 在这个循环圈里吗 干嘛呢 这是我觉得 你没想明白的事 而且 我觉得好像 社会的制度 法律的制度 包括人 其实都给大家 准备了退出机制 婚姻也是一样的 与其你那么抱怨 不如去改变 天天在那抱怨 又改变不了 最后把自己全给毁了 那个特别 那我回家的时候 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你现在已经这个样子 我总不能相信你呢 我的心情发生了变化 我才会倒掉 你是不能跟他回家 还是不嫁给这个人 我也没有特别肯定地说 不能和他回家 我也没有说 就是不嫁给他 但是 但是就是他现在这个态度 就是让我很犹豫 好 来问问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邻居 认识多久啊 认识现在两年了吧 作为男女朋友相处多久啊 一年半了 这个他提出回家 提出了多久啊 就半年前提的 半年前提的 对 你的职业上面介绍 您是一个摄影师是吧 对 你不是这个兼职工作者 是吧 对 你就是一个专职的摄影师 对吧 对 那你喜欢他什么呢 就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看他啥都喜欢 这个说白了 就是一个没有专业嘛 对吧 到处出卖时间 来换取一点生活费用的 一个男人嘛 你不介意是吧 但我觉得我这不是准备回家发展 不是 你回家发展啥嘛 就是说我回家肯定是一个稳定的工作 而且我之前也不是这样 你之前是啥样 我之前对他我也不是这样 他担心的那些问题 对呀 那就很奇怪了 为啥人家不愿意回家 就是还没做好准备要嫁给你 就这样对人家呢 你是不是有点变脸太快 还是说你压根原本就是这么一个 你伪装不下去了 你过去那个什么勤劳啊 带人周到啊 陪他玩这些都是你的伪装呢 可能是我内心的一个趋势吧 当我就是想到要带他一块回家了之后 他一次次拒绝我之后 我这个心态发生变化的原因 所以男生说 只要你跟我回家 一切都会好的 是吧 对 女生 我哪敢跟你回家呀 对 是吧 你要不变好 我怎么可能跟你回家 对吧 好吗 这就变成了一个是 道理是先回家 还是先变好的问题了 谁先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平特门店 所以你就自己去想 就如果这是你想要的生活 我的一辈子 我就愿意相信这个男人 我就愿意在这个男人的庇护之下 过我的小日子 我觉得也没有错 这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 他是没有错的 那这个男生说 我就要求我的女人是这样的 我觉得也没有错呀 这个没有什么对错 你碰到了 恰恰你碰到了一个女人 他愿意这样 其实我跟你说 这都是小概率事件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 足以强大到控制任何一个人的人生 想控制的都翻车了 我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至少你现在对他的人生是有控制的 因为你帮他做了计划 这个计划不是他要的计划 我们只告诉他 现实的局面是什么 他愿意忍受他接受 那是他人生的选择 我们也会祝福他 但是这个女性现在开始慢慢的醒 随着时间变长 随着他周围的很多女性的变化 他会更觉醒 你要让他心甘情愿 而不是靠一些方式 那个改变不了人 所以你要多听他的想法 而且你不能这么说 我的能力比你强 天哪你太过自信了吧 八年只是说他没有努力 他相信了一个男人嘛 但是你也八年也没有给人家更好的依靠啊 就是跟了你八年到现在为止 你都不能娶他 你好像也不是那么成功啊 所以咱别那么较真好吧 你至少要做到一点 如果这姑娘经过了这一次 姑娘还说我还愿意 因为我爱 我也离不开 那么希望你能改变 不要再这么去伤他了 不要太自信 太自信会摔跟头的 跟您就没什么要说的了 因为这是你人生都是自己选择的嘛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其实刚才听那些老师说了这么多 我希望你真的就是能够好好的 不要老是来掌控我的人生 因为我其实自己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不要每次我一没说完 你就打断我 或者是觉得我说的太烦 因为我觉得在一起了这么多年了 未来也还很长 我不知道未来到底会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我希望是 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吧 我希望你就是我们之间 能够更加成熟一点 稳重一点 当然你的想法我都非常认同 希望你也能理解我 今天的还有八年的一些想法 希望你们支持我 好 那我们可以 可以携手 携手到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我相信二位都会出来 因为八年的习惯一招爆发就改 这个事情太难得了 我也觉得肯定会出来 而且我觉得不是男方一定要控制女方 女方就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我其实希望女孩别出来 先去把自己找到以后 男孩再去追她 我觉得这个爱 他们才能稳定下来 但很可惜 他们可能都会出来 可想而知 两人都会出来 但我真的希望 女方不要出来 看结果啊 看结果 请开门 接下来一起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明白 为什么男生在他的话语体系里面总有一个 我要给你买好的 我的钱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们看到亲密关系一定不是一个单边关系 就是互动的结果 这个时候女生不是应该感动得一塌糊涂吗 结果她 她会来一句说 回去补一个好戒指给我 你看他们的互动关系一下就清晰起来了 所以大家在看很多这个情侣的互动关系的时候 我们不要特别的单边啊 就是双方都会有一些问题才能合潮在一起 所以说人生别拧巴 如果你想选择那样的人生 你就不要想做一个自由在蓝天上飞翔的鸟 因为生活不可能全都给你